那这个肯定就是唐三藏了 玄奘在这 大烟塔下面 我还一次都没进去过 我之前来过一次试案 大烟塔进去还买门票 所以上次就没去 这次我估计也不会进去 门票肯定还得买 门友今天关了 唐僧 唐僧确实是牛逼的人 回头给你们讲一讲 整个唐僧的一个故事 确实是厉害的 这一路关于唐僧 你们肯定从我的故事里 能听到很多很多 都是关于他的 背后就是大烟塔和玄奘 玄奘是怎么回事呢 我那时候不就再说过了吗 你但凡如果是个天才 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 天才啊 他挡不住的 他的这个天才的力量 你是个黄金 你在哪里都能发光 唐僧他是怎么 他从小其实 他的这个人记忆力就超级好 超级好 从小的话 看东西都是过目不忘 其实唐僧 他的家世是很好的 从他的太爷爷开始 就是一直是当官的 是当的是太守 然后他的爷爷当到是 叫什么 博士 是 然后他爹的是县令 那他呢 出生的家庭就是很好 从小就是保读师叔的 然后 可怜是可怜 在他的妈死的比较早 他妈是他五岁的时候就死了 他上面还有三个 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们后来就嫁掉了 他的二哥呢 后来是到寺庙里面去出家了 叫净土寺 是在河南 是在洛阳 洛阳的一个净土寺 是在那儿出家的 然后呢 唐僧他是五岁就死了妈 十岁就死了爹 所以说他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个孤儿了 孤儿的时候 十一岁的时候 然后就跟随他的二哥 然后到了洛阳 在那个净土寺里面 做一个佛前童子 是这样 所以唐僧他其实是应该是河南人 他是出生在河南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待着的时候 在庙里面待待待待待了几年 待了两三年吧 待了两三年 然后他碰到了一次机会 碰到一次什么机会呢 就碰到了 就是说 整个 朝廷啊 选僧人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选僧人啊 就那个时候的僧人是很牛逼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我们现在考公园是吧 我们考上公园了 我们事业编制了 他那时候的僧人 不是说你剃了个光头 你就能说是僧人的 你像Danny这种没头发了 他就冒充我是个和尚 不可以的 在那个时代 为啥 因为那个年代啊 你僧人的话 他是免赴税 然后僧人是免兵役 免姚役的 免役免税的 所以有很多人为了躲避兵役 为了躲避姚役 然后为了躲避税 冒充是个和尚 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他是很认真的要考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从洛阳啊 他就有一个叫大理寺 就很多人觉得 大理寺大理寺 他是不是个寺庙啊 其实他不是个寺庙 大理寺当时 在那个朝代的时候 寺他是一个政府机关单位 那么像这个大理寺呢 相当于是啥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叫国家高级法院 国家最高法院嘛 应该是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当时的那个法院的院长 那个时候是一个 叫郑善果的一个人 他是负责大理寺的那个 就相当于现在的时候 国家法院啊 国家最高法院院长 由他来兼考 然后呢 正好考场是放在了 唐僧所在的这个净土寺 在那个时候 当时一共是要招 就是书上写的是二七 要招二七名僧人 二七名僧人都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是全国要招二十七个 有一种说法呢 是全国只招十四个 那因为那个时候说什么 二八方林啊 什么二八不就十六岁嘛 对吧 所以那时候说的二七 理论上应该只招十四个人 所以的话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报考 要来做和尚 但是呢 当时只选了几百个 然后这几百个人里面 然后再来再来考试 考试主要是考哪几个东西 一个是背诵经文 就是看你的记忆力 你能背多少经文 第二个是抄写经文 为什么你会背诵的 还要你抄写呢 因为看你识不识字 有的人他不是说我记忆力好吗 我听你说一遍什么 星期天的早晨午忙忙 捡破烂的老头排 陈航队长一指挥 冲向垃圾队风一吹 急一压 吹得满天满天垃圾满天飞 你比如说你会背没用 对吧 你要这几个字你要会写 所以的话当时是考这两样东西 所以那个郑上国 当时他在来兼考的时候 正好是在唐僧所在的 就是这个玄奘啊 正好玄奘在的这个净土寺 然后呢 玄奘的时候年纪小嘛 13岁嘛 13岁你看 这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了 已经应该是 应该得到归来了 应该是 他那个时候 像唐僧 他13岁就已经在那个考场门口 在那里转悠转悠转悠 老是在看 他们在考什么 那么当时那个郑上国 在那里兼考的时候 忽然一看 窗口怎么会有人呢 对吧 你窗口有人在那个地方 我们这么一个全国的一个选拔 你怎么可以窗口有人 对吧 所以他就出去看了 然后一看 是个小孩 就是唐僧 就问了 你小孩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你是谁啊 然后他就跟他说 唐僧的时候其实很聪明啊 他那时候一说 就说先从他的真祖父说起 我的真祖父曾经认过上党太守啊 然后我的祖父呢 曾经认过什么博子博士啊 然后我的父亲呢 曾经是认过县令啊 然后呢 我现在是在这里做一个活前童子 这样一说的话 其实是什么呢 就给那个造成 真上果造成一个印象 就这个是个名门之后嘛 对吧 哎呦 名门之后 你对佛教你这么感兴趣啊 他说那你在这个地方出家 你来看这个干嘛呢 他说其实我也想考呀 但是我资格不够 我年纪太小了 呃 然后真上果说 那你要学佛法是学什么 就唐僧问唐僧 哎呦 还有个无人机在上面飞呢 唐僧当时他就是回答 他说我说是 意欲远少如来 近光以法 这什么意思 就意欲远光如来 就是说意思 我的长远的目标 我是要继承 呃 佛祖的 如来佛祖的 这一些所有的这些志向的 那我近期呢 我是打算 光复佛法 我要传播佛法 所以从一个13岁的小孩的口 口中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当时真上果就觉得 哇 这个小孩不得了 哎 然后就给他开了个特例 让他来参加考试 结果没有想到 他一参加考试 哇 对经文啊 这个东西 他是朗朗上口 哎 然后抄写经文啊 什么都没问题 十字都没问题 然后就破格 给他做了和尚 当然做了和尚以后 还是放在净土寺了 然后就是在净土寺里面 然后真正真正有身份了 就像我们说的 我考上了 我有编制了 哎 那个时候我就现在吃黄粮了 哎 特意让那个净土寺的方丈 来做他的老师 哎 然后唐僧在这个净土寺里面 这就是真正真正的和尚了 然后他就可以真正的学习了 就相当于现在什么呢 相当于是现在什么 什么大学少年班 是吧 北大少年班 清华少年班 就相当于他到这个少年班了 哎 特别厉害 然后呢 又在那个寺庙里待了两三年 哇 那他的这个造诣啊 已经比他的方丈还要高了 所以两三年以后 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方丈自己有时候 有有有有这种人来提问啊 或者是有这种客人来啊 他就让唐僧 哎 玄奘你你去 你去讲就行了 所以他给人答疑解惑啊 什么都是没问题 所以唐僧你就说 我就在说 他是个天才 他十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于比净土寺的这个方丈 净土寺也是当时非常好的一个寺庙了 他净土寺的方丈 而且会被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给看中了 所以他就是个天才啊 但是他后来他的整个故事 包括我接下来要整个的沿着这个唐三藏的这个路啊 一路往西走 一路慢慢慢慢再给你们讲这个三藏的故事 后面他的这个惊人的毅礼 包括他中间碰到的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 包括说是什么孙悟空 包括猪八戒 包括沙和尚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后头我慢慢再给你们讲 单单他们等着我等的时间长了 我们要找地方吃饭去了 满街都是美女啊 走啊 我们找地方吃东西去啊 好走 我们吃饭去 但是你看他们穿衣服上面都很好看 看下面的裙摆 都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是吧 把地上拖来拖去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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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感觉他挂的是一种天生的那种 我觉得像柿子 这条路怎么看 诶诶诶 那那个是吧 哪里 那个上面的营养 那不是那里 八宝糕 脆皮八宝糕 要不要买个吃吃看 八宝蒸糕 就是饭多想吃 但是吃了是不是 吃饭就吃不下 就是饭 那先吃饭 那就先吃饭 我们买一块分分嘛 可以啊 怎么分 买一个试试嘛 没有他有个单筒的也可以 不要单筒 就是买那种盒子的好不好 你想买单筒的 你想吃吗 我想尝一下 那就来一个呗 给我们来一份呗 来一个就好了 脆皮的啊 脆皮的还是盒子的 盒子的 就那个 就那个小盒子的 多少钱 二十 二十好 请支付二十元 哇 这一锅 买买一锅 我的天 我就这样盛 就这样盛一锅 麻给他扫一下是吧 对 麻扫一下就好了 这次往到这儿 二十元 好谢谢啊 来 小心烫 哦好小心烫 好好好 哇 再给我个勺子好不好 谢谢啊 啊 我们用一个好了 好好好谢谢了 哇这个看着就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没吃过 甜的 没吃过糯米的八宝伴 你吃过一次吗 我不记得了 好吃吗 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棗泥的 棗泥的 这个可以 棗味的 超好吃啊 我去给这个超好吃 因为上次吃过我就记得它 我也来一口 你要这么弄下去 嗯 那给你吃一口 你先吃 我先吃啊 嗯 嗯 红枣味 很好吃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吃你吃你吃 那我吃我吃 那我吃我吃 那 茄子给你 嗯 嗯 尝尝看 找你味的 这个吃的真的晚饭不要吃了 是吧 糯米的 这个红枣粽子 红枣粽子 真的 有点像 有点像 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 有果仁那里面 嗯 嗯 好吃 哎呀 不是就是 红枣加上糯米登出来吗 对好吃 我拿鸡蛋一下 哎呀 这一路这样走起来不都是南路湖吗 这一路吃吃吃吃吃到那里 肉夹馍你看 肉夹馍 我上次来 我上次来 我上次来有西安的朋友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上了一桌 全是主食 哇 它的菜 哇 任何一个菜 一吃就饱 陕西风味小吃 中华老字号 西安饭庄 银银银面 这两个字读银银 叫银银银面 没了 嗨 这米皮 豆皮酸牛肚 哎 算了算了 忍住 前面去吃去前面去吃去 这里也有红枣正高了 各种 手工打包 哇 他们这里的东西都吃得太容易火了 对啊 那怎么坐下来吃啊 我们先去吃了再说 先去找地方吃了再说 那 治安巡逻 哎 也穿成这样 治安巡逻还卖糖活路 呵呵 你好 他们都是穿成这样的 他们那个时候男的都是这么穿的 男的也都有件披风的 都是捉螺 这块区域真的超级大 我们刚才从那一头 就是那个 大烟塔 一直到这一条 全都是 啊 我们住正好住在正中间 这家谢尔顿是正好在这个 整个大唐布业城的正中间 哦还有西安美术馆 哦 这里都是租堂庄可以租堂庄 哦 这是个啥 哦西北 诶 长安十二十称 诶 小美女 哇 门口还有俩俩俩 后卫的 是那个要买门票进去玩的 哦 买门票进去玩的 还这么个地方 哇 那个人穿得像个公公 是吧 那个男的穿得像个公公 你看看满街都是打扮一样的人 哦 这边也是 到这里真的感觉像穿越一样 西安啊 十三朝的古都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 唐朝以后 后面为什么这个古都就不设在这里了 首都设到洛阳去了呢 你们知道吧 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 是被饿的 诶 那个时候长安啊 就是西安这个地方 当时就是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到后期就是粮食供应不足了 连皇帝都要跑到洛阳那边去吃饭 才能吃个饱饭 所以那个时代 老是给这种官员啊 包括什么呀 就是放个长假 你回老家去吧 其实是粮食不够了 然后鼓励啊 就长安城里的人到外面去找东西吃 所以那个时候皇上都吃不饱 所以弄弄弄弄弄弄 就弄到洛阳去了 弄到弄到河南去了 河南那边吃的多 饱餐一顿就到那边去吃 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唐泰 唐宣宗什么五则田 是吧 你在西安吃不饱 我要到西安来 要好好的饱餐一顿 要好好的饱餐一顿 来看看 好 我们到这边 窗口有位置吗 窗口没位置 窗口没位置 这边可以啊 这边也可以啊 坐这场吧 坐这里吧 这里舒服一点 你们两个坐在里面好了 还是你们坐外面啊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好 哎呦我们来吃吃 闪菜 闪吃菜 看看有什么吃的 就直接在这上面勾是吗 扫这个二鱼嘛 哦扫二鱼嘛 好可以 好嘞好嘞好嘞 我把衣服脱一下 进来就热 进来就热 买外套 坐一下 那这边 坐脚上有二鱼嘛 哎 好嘞 哎 好嘞 哎谢谢你啊 加点儿鱼 太诗一座座了 中国大是真大 哇 东南西北东西差的太多了是 来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 哇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还弄得好的 我都想要啊 我想制烤羊排来一份 行啊 来三根一人一根 它正好三根起嘛 烤羊 好吧 好的 棒棒肉是个什么肉 樱桃鹅干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它喂北酒碟子 哎呀完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呀 喂北酒碟子里边有牛肉 棉菜 笋丝 这是这儿的菜吗 对 是当地菜 对啊 你这个面杖好好看 面杖好看啊 等一会儿它这个手机上有一个 不管是美团或者大的脸皮上面 它有一个 静电就是大客收藏 可以领取的 还可以领个面杖 啊对 真的啊 那太好我也领一个玩玩 好好好 我们先看看啊 好 这个什么毛笔酥我们吃过的上次 这个来一个的试试没 好 好不好 有点深的 我们来一份来一份 这个看上去是毛笔 其实它是能吃的 毛笔酥有小份有大份 我们三个人就小份就行 就六只就可以了 小份就可以了 好谢谢 你不点啊 我扫不出来 你扫不出来 好羊 羊肉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有特点呢 羊排来一份呗 三分七点 就三根嘛 然后那个毛笔来一个 毛笔来了是吧 好 咋了 我还以为是樱桃鸭 它是樱桃饿肝 对 刚才我也看到这个 啥 棒棒肉是啥 猪大肠 这是猪大肠 烟熏猪大肠 烟熏猪大肠 你这为什么写姑娘 这是我们的公牌 我以为你的名字叫姑娘 我以为你的名字叫姑娘 不是不是 棒棒肉就是 就是大肠就是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那你像这个 我点了个鱼 锅子鱼 点了个鱼 点了个这个牌骨 羊排 羊排 你点的都是陕西特色 都是陕西特色 还有还有啥特色的呢 这个棒棒肉 你看 好 也是一个陕西特色 不吃吧 你可能不吃那个吧 大肠吧 他不吃大肠 那喂北酒碟子呢 这个是牛肉 莲串 碎丝 它比较爽口一点 那来一个试试呗 好不好 好 来一个呗 灰香煎饼 你看要不要试试 灰香煎饼 对这个 要不要 你可以 煎饼是什么样的了 煎饼它就是 整块的饼 以后 就当饭吃是吧 嗯 它上面有灰香 有灰香 可以啊 来一个试一试呗 它是陕西的特色 陕西特色是吧 可以来一个试试呗 试试 试试吧 好 够了 那我们再看看点个什么喝的 对 喝的在翻面 在这边 我们小吃等一会儿 里面小吃有这个 肉加馍啦 肉加馍可以 还有什么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肉加馍和这个一口香 一口香是什么 是面 一口香就是陕西的扫子面 哦扫子面 它那个碗就是这么大的一小碗 哦 酸辣味的 我觉得吃不了 我们先来 先点了 不够我们再加 随时可以加是吗 不饱一点的东西 不饱一点 这里的东西都饱 这还不饱的东西真没有 好像是 对啊 不饱 不饱 明天早上吃吧 好呀明天早上吃 酒店里肯定也有 嗯 但是肯定街头的好吃 外面的好吃 我们肉加馍和外头吃 嗯 外面的 肉加馍比较大 比较大 你们这儿是小个儿的是吧 我们这儿是迷你 它只有手下那么大 啊 好 我们就点点点喝的 就行了 我想喝瓶啤酒 嗯 可以 我们这儿还有 现在几点了 我们这儿还有 特别开啤酒的 特别开啤酒是怎么开 就是你点到啤酒 它就来专业开啤酒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随便什么啤酒是吧 那个出生吧 全身 啊 哪有 这里 这个 它是硬个的那个 都可以开的 好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全身 好嘞 好 那就给我特别开 给他们喝什么 嗯 这个有 这里有 咱们这里的冰封也有 冰封也有 冰封也有 冰封是伍着糖的 哦还有各种茶 冰封和生命汤都是伍着糖的啊 好 冰封 冰封 来打个解释一下 嗯 这个叫什么 冰封啊 这味很西安 冰封啊 这味很西安 就西安的那个 你看 这里写着什么 泡腾片 泡腾片 哦 就橘子吃水了 嗯 什么 西安的味道 啊 西安的味道 哇 我们的菜来了 哦 这是毛笔酥啊 这个就是毛笔酥啊 哇 这 太有文化了 这样拿起来 对吧 那这就是一只毛笔 然后这上面能吃的 然后再 嗯 这个是甜末 是吧 这叫甜末 这叫甜猪沙 是吧 好有文化啊 这个可以 很漂亮 你带好了吗 开始了啊 啤酒还要准备啊 哇 哇 哇 喝个酒要吓死人啊 这是 难怪刚才说 来了个人 说是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反应过来 准备个什么 他忽然就给我把这瓶酒打开了 我的天哪 他准备好了吗 哎我们现在菜来了 这个叫什么味杯酒碟子 这个叫下酒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回香拌煎饼 回香拌煎饼 回香拌煎饼 谢谢啊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回香拌煎饼 是吧 回香 是一种 一种 一种植物 我就说它都是主食吧 真的 回香拌煎饼蛮好吃的 以后你们如果有机会来要吃 要尝一下 来牛牛来 你吃啊 吃的有文化 来点个沫 这什么酱 我不知道这个是番茄酱吧 很酥啊 整个都放进嘴里 这辣妹酱 这肯定是辣妹酱 整个放嘴里就好了 我也属于是文化人 也点一下沫 那这个应该是个甜品 我觉得 很甜 很香甜 很好吃 什么鱼啊 酸汤锅子鱼 酸汤锅子鱼 你可以摇一下 看里面是啥东西 是啥东西啊 对 这啥东西啊 粉丝 这是粉丝结 红豆 这是什么鱼啊 巴鲨鱼 巴鲨鱼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 这个熬的熬的汁 哦 这可以啊 试试 来 你先来 我给你搞一碗 你先来好了 你先搞一碗 鱼肉弄一点 这个也是属于这边的菜 陕西菜 你也弄一碗 我先来一碗牛肉试试 牛肉加藕片 中间还夹了片啥 土果薄 嗯 好吃 好吃 这个鱼蝶子 这个它是有酸味的 它是酸口的 有点那个的 有点醋的 它还是有点辣 酸辣 它是酸辣口味的 很好吃 嗯 吃一下 吃吧 其实都是酸的 这个也稍稍有点带点酸味 它们爱吃酸的 都不出来的 还没喜欢吃酸辣味的 这是猪肘子吗 不知道呀 烤的那个圆着那种肉吗 我来口这个看 这个好吃吗 你们喝 这个肉很好吃 这个我来试一下 这个我来试一下 这蛮辣的 这个很辣的 给它蘸一蘸 你也这么弄一弄 这个也 这是烤羊排 哦烤羊排 这个也是辣的 我们的上次吃 它这么辣 这个味道 这很辣吗 我觉得挺辣的 它是非辣的 还不是太辣了 放心倒出来 哦烤羊排来了 嗯 对 文化思考撤掉 这个就是烤羊排了 烤羊排 烤羊排了 这个也很好吃的 嗯 这里面还有豆子 它的这个辣很开胃很开胃 特别开胃 我能下三晚饭 哎好 谢谢 什么样用啊 需要啥你吭声啊 好的 需要啥你吭声 嗯 你就喝喝 外面的大唐盛世看看 你知道吗 然后 小菜吃吃 人生还要追求啥呢 我觉得 有啥那么多东西好追求的 来 羊排你先弄一块 哎 你要这块瘦一点我吃这块了啊 好 怎么样好吃吗 不知道你吃了 不知道 吃了一块不知道 哇 哇 羊味很重啊 它脚外面就是羊油 哇 羊味很重 而且还有那个 还有孜然 嗯 嗯 不错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要跟羊肉过不去 天天要吃羊肉 你这个下面夹出来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你 这个我吃不出来 这什么菜 啊 这什么菜 辣椒啊 不是辣椒啊 这什么 啊 你好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菜 这个下面的 长江豆 长江豆 这个 这个 长江豆 这个不是 长江豆 长江豆 我们叫长江豆 长江豆 长江豆 嗯 好 我们叫长江豆 他们叫长江豆 我也不知道哪个发音对 但是姜子 在我们发音的发音就叫江 长江那门江 对吧 可能就叫长江豆 嗯 嗯 这个就是哨子面 一份就三碗是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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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先来 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很烫啊 这个碗很烫 哨子面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哨子面 哨子面上面 蛋 这个肯定是蛋 黄的是蛋 这个是葱 就这么一点面 它是一口 这够几个人吃的 上一次来吃啊 晚上要小 那个不是 那个叫什么 它一上就是少二碗几碗了 这是哨子面 也叫哨子面 对 很多很多的 那它这个哨子面 对 这个一个人也不够吃 这个我一个人吃的不够 这个比三桌面还多一点 这个比三桌面还多一点 所以你三碗是都不够 哇 面很顺滑很劲道 很烫 很烫 很好吃啊 那要等一等 等一等 就像我们什么 阳春面 有点像 嗯 就像我们的阳春面 但是我觉得它又是里面有的 有放醋的 他们好喜欢吃醋 好像里面都酸酸的有点 对 挺帅吃的 嗯 嗯 来碗汤 好喝 这个碗也太喝起来 真的是太开胃了 所以这边它都是主食也不怕 所有的东西里面它都是有点酸味 有特别的开胃 特别的开胃就是你不停的可以吃 完蛋了 接下来各位观众我告诉你们我完蛋了 我的重病啊是没有办法被轻症的 完蛋了 完蛋了 好肉夹馍又来了 这个就是小个儿的肉夹馍 我们看一眼 哇 里面全是肉迷啊 这过瘾了 来 这下过瘾了是吧 今天都吃了 对啊 今天都吃到了 肉夹馍也吃了 羊排也吃了 羊排也吃了 完了 那我们回去吧 哈哈 然后这样喝 你满水啊 你滴下来了 你也在滴下来 我滴在那个 我滴在碗里 他滴在裤子上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带点回去 对吧 哦里面的这根肉啊 嗯 嗯 这个菜我觉得叫肉夹馍 没道理 应该是馍夹肉嘛 对吗 外面是馍里面是肉嘛 怎么叫肉夹馍呢 山东人才喜欢说老话 对 山东人兜着吃不到 山东人就是反着说的 这边也反着说 山东是都反着说的 枕头他叫兜着 不知道他就吃不到 嗯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到山东他都是那么说 诶 买完蛋了 还送我们这么一个 我们家喝啤酒也有这个服务 哈哈哈哈 是个面罩 诶 可以啊 诶 好谢谢 我们刚才是从这儿上来的吗 啊 我们没走楼梯吗 好像 啊无所谓了 从这儿下去一样 好像是没走楼梯啊 嗯 这个单身就是啤酒小姐的意思 哈哈哈哈 你自己啤酒小姐是这样子 好从这儿走 喝啤酒吗 喝啤酒吗 喝啤酒 行 不知道啊 出去逛了再说嘛 肯定还是在那个 那个那个 大唐不业城里